來,為這位讓我們一無所缺的主我們一起同情來禱告 聖哉聖哉全能的天父 在這2014的第一個主日 我們決心要愛祢一世 因為祢是公義的主,和平的軍王 祢佩得所有的頌揚 主啊,在這一點的開始 我要用祢教導我們的主導文來禱告 祢告訴我們,要禱告的對象是誰? 是祢 祢是誰?祢是我們在天上的父 不是總統府裡的總統 也不是宮殿裡的皇帝 是我們在天上的父 祢說,願人都遵祢的名為聖 我們稱祢的名為聖 是因為我們每天呼喊天父的時候 我們的心必存然遵祢為聖 我們絕不是在心慌的時候才喊祢我的天 我們也不是在驚恐的時候才喊祢My God 祢是我們的天父 你說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一樣 主啊,我們在這地上所遭受的一切 有太多我們承受不起的苦難 我們受不了天氣忽冷忽熱 我們受不了油電雙髒 我們受不了油鹽降出亂餐 我們受不了家庭制度亂改 主啊,在這一切承受不起的苦難 是因為我們忘了祢的教導 因為我們全都願自己的旨意成全 我們全都只願自己的旨意行在地上 我們忘了要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一樣 祢說,我們的日用飲食 今日吃給我們 主啊,我們終日勞苦奔波 因為我們活在恐懼之中 我們焦慮 我們擔心明天的物質 跟不到祢的工業 於是我們因為焦慮就產生了不安 因為不安就產生了過多的追求 於是我們開始學會了貪 因為貪,所以我們終日勞苦奔波 去追求一些我們用不到的飲食 我們欺騙自己 那是明日的日用飲食 我們忘了只跟祢求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吃給我們 單單今日就夠了 主啊,免我們所欠的債 如同我們免人的債 主啊,祢是公益的主 為了就是有人要違反祢的公益 所以為了彰顯祢的公益 我們開始產生不滿 我們開始憤怒 我們開始懷恨 我們在懷恨之中 產生了很多的傷害的記憶 我們開始用這傷害的記憶的標籤 在論斷人 主啊,饒恕我 饒恕是我先違背了祢的公益 饒恕該求饒的是我 求祢免我們所欠的債 我們也願意這樣學習 饒恕那些曾經虧負傷害我的人 他們絕大部分是我的至親好友 親密愛人 如同祢 免我們所欠的債 我們願意免這些人的債 你說不要叫我們遇見事態 救我們脫離凶惡 主啊,我在這世上遭受很多非神信念的試探 我是不容失敗的 我是不容不許挑戰的 我是不蒙喜悅的 我是不受接納的 我是無能為力的 我是倒霉透顶的 我是一無是處的 我是...還很多的 主啊,救我 救我 救我 救我脫離這些凶惡 因為靠著祢 我知道我不是 因為靠著祢 我知道 國度、權秉和榮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遠 我要一生一世尋求 在祢的殿中 佔養祢的柔美直到永遠 親愛的主 再一次深度體會到祢所教導我們的禱告之後 我們了解自己在祢的國度中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感謝祢今天要藉由千惠傳道來傳教 或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的這個道理 不論世人給我的 給我標的是什麼樣的價格 在祢的國度裡 我都擁有著那無比正規的價值 主啊,讓我們再一次 用祢教導我們的主導物 我們要起身來禱告 來看一幕 重範了吧 我們一起要行練 我們在 願旅的旨意興在地上 辜童興在地上 我們日柔的禮詩 其實使變我們 願我們在 辜童我們也能在 主啊,我们诚心在祷告全世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 今天要读的是圣经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是亚兰王的一个大将军的故事 是《猎王纪下见》的第五章 《猎王纪下见》第五章 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 亚兰王有一个大将军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尊为大 因为耶和华承借他,使亚兰人得胜 他又是大人的勇士,只是长得大马蜂 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 从以色列入了一个小女子 这女子就是服侍乃曼的太太 乃曼的妻 他对祖母说 这小女子对祖母说 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尼亚的先知 能治好她的大马蜂 乃曼就进宫殿里面去 告诉她的主人 以色列的名字是这么说的 亚兰王就说 你可以去,我也打信于以色列王 于是乃曼就带着很多的金银财宝 石塔莲的银财还有金银财宝 那一伤十套就去了 而且带着信给以色列王 那信上说 我打发成仆乃曼去见你 你接到这信要治好他的大马蜂 那以色列王看了这信以后 就抓狂了 就撕裂了一符 他说 我启示神能使人死死人活吗 这人进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马蜂 你们看一看这人如何寻觑攻击我 他是要借机来挑战我 那神人以利沙天见了以色列王的抓狂 就打发人去见 王说 你为什么撕裂了一符呢 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以利沙的家 站在门口 那以利沙就叫一个使者 对乃曼说 你去到耶诞河里面沐浴七次 你的肉就必复原 而且结界 那乃曼听了这话就生气了 他说 我本来以为他一定会出来见我 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 再换出以上咬手治好我的大麻风 那大麻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 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都还好吗 我在那里沐浴不就洁净了吗 不得洁净吗 于是就气纷纷地要转身离去 那他的仆人就上前来对他说 我父啊 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其余不做 何况这只是叫你去沐浴 得洁净的这种小事呢 于是乃曼就下去 照着神人的话 在越淡河里面沐浴七次 他的肉就酷炎了 像小孩的肉 他就洁净了 这是乃曼大家庭的故事 那今天我们 介乎常大会本讲的题目就是 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更能切着 你更能切成为 你在设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